小哥哥 房租再宽限我今天 好不好 真的不能再拖了 你今天要不交给我啊 我就把门给你锁了 敬酒不是施法酒 喂 你想不想道理啊 到期不交房租 我还你这店干脆别开了 你就是个代收租的狗腿子 我跟你们亲总认识的时候 你还不知道在哪呢 有关系了不起啊 就是了不起 回去告诉你们亲总 房租再延一个月交 你 谁在欺负我们家琳琳 老同学 房租能不能再宽限几天 要么交钱要么滚蛋 麒麟锁门 哎哎 不交 记住 离婚到搞病了就给我打电话 别再被欺负了 姐姐 你辛苦了 我还有事先走了 你走了 你走了 你给我等着 走了 走了 好 少主 少主终于找到你了 怎么 我现在有自己的大家大业要管 你们回吧 长辈都交代了 您可以提任何要求 好 那我要他们重新调查三年前我父亲的死因 没问题 另外家族希望您尽快完婚 这是各位千金的照片 好 好 这不是我的房东姐姐行销吗 是的秦家也送来了婚书 那就他吧 好 少爷请 干嘛 上车回家 家族的长辈都迫不及待去想见你 不是 这 好了 改天再说吧 我还要去收租呢 你们都别妨碍我工作啊 啊 别动我我已经分手了 你想分手 经我同意的吗 老子还没玩够呢 啊 哈哈哈哈 救命啊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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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啊 住手 你他妈谁啊 你他妈谁啊 这是我的房子 行啊 你个小骚祸 敢背着我找别的男人是吧 我们已经分手了 不用你管 你怎么办 哎哎 啥女人都没意思呀 要不 咱俩打一下 哦 算了吧 还不快滚了 没事吧 啊 哎哎哎哎我我可没碰你啊 你你别来上我 谢谢你 我问他已经分手很久了 我不知道他从哪里找到了我的住址 那 那要不这样吧 我给你换个住址 正好你房租也到期了 嗯 走 有梦对你在亲家绝对不敢 他在哪逗你 我就直接打电话叫人 你怎么回来了 你怎么回来了 我问你 他是谁 啊 他叫徐晨晨 呃是我们公司的房客 他被他前男友骚扰 没地方去 我就把他带回来了 真的啊 真的 骗你是小狗 真好 正好家里有些房间控制 你去付吧 谢谢 他叫徐晨 人很好 嗯 喂王秘书怎么了 秦总 木山集团的陆总派公司 不明 叔叔要找你合作 好我知道了 马上过来 哎 秦乔你要出去啊 你开车跟我去公司一趟 好嘞没问题 我跟秦乔去公司一趟 你自己俩没办法吃 是吗 解释了 咯 来 呃 祕总 河同我看过了 没什么大问题 就是这个价格 这个价格嘛 我可以随时的 就是 骆总 小小 你是來求人的 求人 總得有個求人的態度 陸總 聊合作就聊合作吧 幹嘛還這麼不死 林肖 這就是你合作的態度 陸總 這合作我雖然看不懂 但這上面的數字我還認識 你想用一百萬 購買我們家10%的股份 沒錯 一百萬的 小錢二人 一百萬已經不少了 但是 我們家10%的股份 在市場上至少值500萬 你這點錢怕是不夠的 那就是沒得了 陸總 別這樣說 這樣吧 我做主 我們給你15%的股份 沒關係 15% 沒錯 但金額 是一千萬 一千萬 你耍我了 一千萬 你耍我了 陸總 想想戲想戲 話別這麼說 哈哈哈 哎陸總 你看啊 我們公司 那這些年的收入和規模 是不是年年番番 那有了你這一千萬以後 我們是不是可以做的更大 所以呢 所以呀 你這一千萬投到我們這 你是 是絕對不會虧的 我憑什麼相信 齊磊的意思就是我的意思 如果陸總不相信我的話 大可以拿著這份合同走出辦公室 好 那我現在就回公司 叫房屋重新你喝 那我現在就回公司 叫房屋重新你喝 那我現在就回公司 齊磊 我們這麼做 不可以了太冒險了 怎麼 秦總 不相信自己的能力了 去 好啦 回去吧 我有點累了 好 齊磊哥 什麼雪 齊磊哥 什麼雪 你怎麼來了 怎麼我不能來啊 先去說吧 我 你沒有福氣啊 家裡有兩個你 我來吧 看你這樣啊 平常也沒做過飯 你好 我管到這兒 還有 讓你走 我最喜歡的西文炒雞蛋 林哥 走 七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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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吧 這菜這麼鹹能吃啊 你們說怎麼會有人這麼鹹 非要給人不放非要糾纏 七零什麼意思啊 你故意的是不是 你愛吃就吃不吃就錢你屁的 麒麟 這是做什麼 別管他 他從小就纏著我 都躲到這兒了 還能找到 香薇竹馬呀 那你還這麼對人家 他煩得很 麒麟 臭麒麟 我就不該來找你 好久 二爺 小姐家裡附了個男人 你說什麼 這大堆簡直胡鬧 你不知道七家大少爺看上他了 怎麼能帶別的男人回家 看來我的親自說馬了 秦修 他是誰啊 二叔 他是我男朋友 什麼 男朋友 秦修啊秦修 你真不知道 江省三大豪門之一的齊大少爺 點真名要娶你的 二叔 我秦修非他不嫁 這是什麼齊家大少爺 關我人事 秦修你 秦修 我就是齊家大少爺 小子 秦修 你說怎麼樣才能離開我們秦修 二叔 我和秦修是真愛 一百萬怎麼樣 二叔 在你眼裡 我們的感情可以用錢來衡量嗎 你 哎哎哎哎 二叔 跟七家大少爺結婚的事沒得商量 我們走吧 秦修 你可想好了 我下次再來 秦修 我們走 今天我需要你出 吳哥 您怎麼來了 你先出去 少爺 大少爺回歸家族了 什麼 少爺 聽老爺他們說 大少爺回歸之後 馬上開始 掌控家族產業了 我這個大哥呀 終於是想開了 不過 好在我有一個案子 請 齊麟 齊麟 你睡了嗎 齊麟 徐晨晨 徐晨晨 你怎麼在齊麟房間裡啊 呃我 秦修徐晨晨 你們怎麼在我房間 我我睡不著 本來想找你聊聊天來著 我我也是 說吧 什麼事 我先走了 我也先走了 少爺 下面的人夫啊 發現沈曉姐去找過他少爺 沈孟學找齊麟幹的吧 具體不知道 等看情況 沈曉姐好像是被趕出來的 沈孟學跟我哥從小一起長大 但是他的眼裡從來都沒有過路 我這個哥呀 真是處處都有 是 我一定要把齊麟哥搶回來 我一定要把齊麟哥搶回來 不動手 騙的是老的不熟 哥 我想讓你幫我個忙 又怎麼了 誰稀罕我家小公子了 告訴我 收拾他 是秦修 秦修 是那個最近公司 正在融資的秦修 嗯 沒錯 好 那知道了 幫我注意一下秦修 順便給點針對 可以了吧 我的好妹妹 謝謝哥 喝 喝的最好 喂 秦總 公司來了兩個電話廢門的人 說是有人舉報我們公司的APP 涉嫌欺詐消費者 什麼 你先穩住 我馬上到 哎 你今天怎麼這麼到處公司 寄出了點問題 怎麼了 要不這樣 你送我去 不如讓別人走別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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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位領導好 你就是秦修啊 我們今天來就是通知你 立刻下架你們公司的產品 誰讓你們來 我是秦修的助理 啊 是助理 那我就告訴你 是徐處長讓我們來的 希望你們來的 讓你們盡快下架才可以 否則 我們有權進行強勢處理 聽到了 等一下 怎麼了 你剛剛說 是徐處長讓你來的 沒錯 我打個電話 喂 幫我查一下品管局 有一個叫徐處長 故意為難我們老闆公司 一個想表著助理 也敢說大話 是不是大話 你等一等 趕就等 啊 徐處長 啊 啊 哎 好好好 明怪 你到底什麼人 竟然跟齊家有關係 什麼齊家 什麼齊家 啊 沒什麼 這位領導應該跟你有話說 什麼話 金總是這樣的 嗯 應該是 徐處長那裡的人 在統計的時候 出了一點錯 你們公司沒問題 抱歉了 二位 那我們就走了 啊 走吧 怎麼回事 我也不知道 他接了個電話就這樣 沒事了就行了 那 我先回去了 好 我先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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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少爺 你安排的事情 我已經查到一點眉目了 老爺的死 確實有所蹊蹺 什麼 你是怎麼查到的 是老爺當年的刺激 他家屬這個消息 好 你把地址發給我 我 誰啊 來了 請問你找誰 這是王瞳下 對我是他妻子 王瞳已經死了五年多了 還來找他幹什麼 他當年 在我家跟我爸開車 你是齊 齊少爺 這次我來 是想了解一下 當年關於我爸的死 他有沒有人家去現場 齊少爺 快請先 裡面說 齊少爺 你待著別動 你待著別動 我出去看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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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來這條線應該沒錯 幕後的那位 這麼快就忍得住 齊 齊 齊少爺 齊 齊 沒事了 嚇死我了 你知道是誰想殺你們嗎 以前有人做過這件事嗎 沒有 齊少爺 今天真是謝謝你啊 哦 對了 王瞳走的時候 有沒有留下什麼遺物 哦 有的 我去給你拿 齊少爺 王瞳的遺物都在這兒了 你隨便看 這個Q先生是什麼人 我也不知道 王瞳沒跟我提起過 這個時間正好是我爸出事之前 找到你的小尾巴了 這部手機我先拿著了 齊少爺需要哪兒去便是 那就沒什麼事了 我先走了 如果有需要幫助的地方 可以聯繫 謝謝齊少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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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您拨打的電話暫時無法接通 請稍後再播 Q先生是吧 你給我等著 回来了 嗯 林肖子没跟你一起回来吗 啊没有公司有事 那你这是 我 我没事 从城市那边把消息告诉我 到我找到王董家 再到遭遇袭击 这过程也太快了点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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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最近情况怎么样 少爷 其他人 是连公司那边 倒是出了一些问题 但莫名其道的都被解决了 我从现在都没有查明原因 这还用想 肯定是他用家族关系解决的 我 我 我 你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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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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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你 喂 請問是秦小姐嗎 你是 我是誰不重要 但我老闆Q先生 想請你參加一道晚宴 Q先生 我不認識啊 什麼晚宴 了請函已經發到你郵箱了 記得插手 喂 喂 誰啊 不知道 說一個叫Q先生的 請我去參加什麼晚宴 我才不知道 去呗 正好你最近这么累 放松一下嘛 去什么呀 原来都男伴懂的 什么晚宴啊 我找人妈妈猜过晚宴的 可以带我一起吗 我当天男伴 这可是你说的 那咱们一块去 还有我还有我 好好好 我们三个一块去 这羽绍啊可真客气了 为了今晚的聚会 连整个庄园都买下来了 那当然了 没有绍合有钱呀 发什么的 走吧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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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小子垂一样 什么样这俩可都是极品 这什么酒啊这么难喝 还这么四 我还以为是你家的大少爷 咱来呀 吃个土包 这里不欢迎土包子 快走吧 别太过分 他是我带来的人 谁也敢走他 哎 大家快点 雨上来了 雨上来了 哎 大家快点 雨上来了 雨上来了 起飞雨 你怎么来了 这宴会是你办的 各位 欢迎参加有比人主持的晚宴 谁不仁 今晚大家 可敬的玩 可敬的嗨 我看所有的消费 均有本公子买单 啊 笑 啊 啊 鸡飞雨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 我想干什么 你不清楚 你不清楚 我告诉你 沈孟雪有多喜欢你 你以我 我警告你 你要是对他不好 我让你好看 沈孟雪 他喜欢我 开什么晚上 我昨天把他当妹妹看 雪鸥你来了 你没事吧 齐飞雨 我们没有那么熟 还请你叫我 雪啊 我到底怎么样你才能喜欢我 你觉得你死了这道心 不会死 除非 除非什么 除非他 清阴哥哥 你走了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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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吧 齐琳 我们走吧 我实在不想在这儿待了 好 我们走 沈大小姐 我现在走了 就拿走 雪鸥 鸟鸟 我 說你到底是誰 我是徐真正的起點你怎麼了 是誰派你來殺我的 我不是來殺你呢 我只是想看看你睡沒睡 你不信你不信死我的身啊 是不是Q先生問你來了 柯先生啊什麼柯先生我哥們不知道 還騙我 我說我說 我說我說 哈哈 我 我是騎飛雨派來的 什麼 騎飛雨 為什麼呀 難道 已經被這個 我 我到底怎麼樣你才能喜歡我 我趁你死了這條心吧 我不會喜歡你的 除非 除非什麼 除非他 騎飛雨哥哥 不對 要求我们参加宴会的是Q先生 并不是齐飞宇 难道 齐飞宇就是Q先生 那那个 说 齐飞宇的齐 拼一手字母 就是K 你怎么来了 你为什么要杀父亲 为什么要杀我 你就是Q先生吗 什么Q先生 我晚宴会是你邀请我们的 对不对 没错 徐晨晨是你还来杀我的 是不是 是啊 是我让他做的 成员 你给秦晓打电话 邀请我们参加宴会的时候 我就在旁边 什么电话 还敢狡辩 哎呀 我都给你说了 我不是Q先生 竟然徐晨晨没有人 那这 我跟公平的去亏什么去 你一遍了本人 齐飞宇 我没时间再听你废话 我只告诉你一句 我再调查我的底线 你看 看来齐飞宇并不是Q先生 Q先生到底是谁呢 啊 算了不行了 是吧 徐晨 徐晨晨 你 你 你 他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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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冲动 我现在想一想 他们会在哪 从视频的背景里 可以看出是一个破旧的老厂房 视频的背景音里 汽车的鸣笛声很少 而且隐约能听到 小分的叫麦声和狗叫声 从视频的角度来看 远处有几种高楼 符合这些条件的 只有一个地方 说Q先生到底是谁 我也不知道 再快步 我真的不知道 但我知道谁 谁能联系上他 求求你们放过我 说吧 你们去找一个名叫莫菲的私人侦探 他那边会有亏欠人的联系方式 私人侦探 我怎么那么不相信 请休 哎 我说的都是真的 手机具跟我的口大也不信 你现在就可以联系他 我需要Q先生的联系方式 我不相信 那我 biblical的 是 你会帮你入团的 现在 可以放我吗 你今天就跟我搬出去 以后不许出去 否则 就不是今天这条酒店 我保证 七凌 那现在怎么办 先去找那个莫菲 还是先回家 先回家 你就那么放这个徐晨晨走了 万一那个莫菲也不知道 Kill先生的联系方式怎么办 不知道 知道 那你 这关系到我爸死因 我必须试一试 这次去不知道会面临什么危险 你也没凶 你也没凶 莫菲 莫菲人呐 你就是莫菲 没错 就是你想知道Q先生联系方式啊 告诉你也行 或 钱不是问题 好 一百万美金 达到这个账户上 收到钱以后 我立刻就会拒绝 我立刻把他的联系方式发你邮箱里 我给你发一个账户 往里面打一百万美金 应该很快就能到账 收到了 我也说话算话 他联系方式 发你邮箱 拜拜 这个就是Q先生的联系方式 麒麟 你确定这是Q先生的联系方式 我也不知道 莫菲说他是 那我就暂时相信他就是 我是绝对不会放弃 你怎么Q先生的联系我 可是 这个号码 号码怎么了 你见过 快告诉我 你在哪见过 我不能说 为什么 因为 因为 你为什么你倒是说呀 你要急死我呀 因为这个号码是我二叔的电话 什么 这是你二叔秦云海的 对 就是他的 秦云海的 你为什么是秦鞠的二叔呢 秦鞠 我不想看到你 滚 你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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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急死我 好吧 好的少爺 請進 是你你怎麼來了 徐 suggesting 秦董你好 我来正式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麒麟 齐家的大少爷 你就是要娶秦霄的那个 齐家大少爷 就是 快请坐 齐少 秦董 叫我小林最好 正好有些事我来问问你 什么事 你说 是关于我爸当年问的事 当年你爸的死 可轰动了我们江省各大家族 不过具体细节我也不太清楚 可能让你失望了 不知秦董是否记得一个叫莫菲的自家侦探 莫菲 不太清楚 那王瞳呢 王瞳 你爸的司机啊 对 我在他的手机里发现了一个叫Q先生的联系人 他们来往密切 在我爸出世那天的前几个小时里 这位Q先生就给王瞳发了一条神奇道动手的东西 啊 有这事儿 而且这个Q先生的联系方式 我已经从刚刚给您提到的莫菲先生那里 你跟我说这些莫菲这个Q先生我认识 是 秦董 这就是Q先生的联系方式 秦董 不要紧张 我今天来就是想问问您 您是不是Q 都不认识 您是什么 一样 你从这一切都不认识 你不认识 我们可以录制 你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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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同时 我们的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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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爸的事我也很痛心 可是你要知道 当年在你爸巅峰时期 能害他的人 整个江省可没有几个人 谢谢秦农 我明白了 哈少爷怎么样 秦云海没有为难你的 为难倒是没有 但他却点醒了我 你说在这江省 能动得了我们秦家的人 能有其他 大少爷说笑 我们秦家作为江省三大家族之一 敢在我们头上动刀子 恐怕只有那两家 大少爷的意思是 老爷的喜是那另外一个人做的 对 去这个地方快 小队 小心点 莫菲 莫菲 大少爷 恐怕这位莫菲已经被处理了 莫菲是私家侦探他的反侦杀能力很强 不可能这么轻易的就被处理掉 你动用一切力量 我活要见人死要解尸 是 哥 我那个秦桥真太可恨了 不非得跟我讲麒麟哥 又怎么了我的小公主啊 你不知道前两天我们游次聚会 他居然直接无视我带着麒麟哥直接就走了 就这事啊 这事很大 那个是我秦林哥 好好好好好 好吧 喂 去秦桥公司找点事 闹到一把 可以了吧 一定要闹到 不要让我的秦林哥 一定是清江远远的 骗子公司还我钱 还我钱 骗子公司还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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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我钱 秦总 公司我现在又来了一批金座的 说是要让我们赔上他们的钱 怎么又来呀 刚刚才劝走一批 秦总 这可怎么办呀 走下去看看 骗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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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尖上 我就是用了你们公司的APP 被骗了好几万 你还给我习惯钱 还给我习惯钱 你们先冷静一下 大家先冷静一下 听我说 听你说什么呀 听你说 我们都是用了你的APP 都被骗钱了 赔钱 赔钱 大家先冷静一下 大家先冷静一下 我起码要知道你们怎么被骗了 才能做出相应的补偿不是吗 好 大家等一等 看他能说出什么来 要是赔偿不满意 我们就一直闹下去 对 一直闹下去 不走啊 这位先生 可以跟我说说 你是怎么被骗的吗 好 我就是相信你们是个大公司 你们的业务员 竟然让我贷款租房子 我贷就贷了 租就租了 没想到我要住进去的时候 那房子跟我们当初看的 一点都不一样 又张又岔 对 这位先生 您确定是我们公司的租房APP吗 我们公司绝对不会这样操作的 难道我们这些打工人 还能讹你们公司不成吗 各位 我们公司有明确的规章制度 我们绝对不会给客户提供贷款的 更不会带你们看这套房 租的却是另一套 对 他们的意思 我们就是活该被骗对不对 把他们公司打了去 打了什么 大少爷 不好啊 请向的公司出事了 什么 你不就不出事了 你快去看看吧 坐 你们冷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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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静一点 你们冷静一点 冷静一点 你们干什么 你们干什么 告诉你们 你们这是违法知道吗 违法 我们的钱被骗了 我们来要个说法 哪里有违法 你们冲进去 就是违法 好 那我们今天 不要个说法 我们还不走了 不走啊 你怎么样 没受伤吗 你来干什么 齐大少爷 还生气呢 放心 有我在 没有人会伤害你 我已经联系安保部的人 过来了 这些人 肯定又是谁派来闹事的 已经好几次了 我不相信会这么惨 属家姓名 没拉到家 是绝对的 在这 对啊 走了 这钱是一分钱都没有啊 知道吗 哎哎 别动 你是怎么被骗的 我也没有被骗 没被骗 那你们这是干什么 你们没有被骗 啊是啊 是 那你的意思是 你们是受人指使的吗 呃对 我们就是在人才市场 找了工作 人家市场 啊对 今天早上有人去人才市场 见人就给钱 让我们来 一下 闹事 闹得越凶 给的越多 是谁 呃好像叫 省市集团 具体是谁 省市集团 我想我知道是谁 偷偷走吧 喝 大少爷 就是你放他走 我拿走 秦总大少爷 那我秦总 你知道是谁干的 除了他 还有谁 沈默雪 轻音哥哥 你来接我下班 我不是来接你下班的 我是来告诉你 沈默雪 我以前没喜欢过你 现在也不喜欢你 以后更不会喜欢你 我希望你能离我 离秦潇远一点 子明哥哥 我到底做错什么了呀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呀 你别装了 你敢说秦潇公司出事 跟你没关系 秦潇 秦潇 秦潇潇潇潇 又是秦潇 对 就是我让你去做的 怎么了 我就是喜欢你 我怎么都有那么多人围着你 我有错吗 我 你没错 是我错了 我就应该早点告诉你 这样秦潇也不会受那么多委屈 你记着 你在沈家是小公主 在我这不是 你看姑子 不要 想死 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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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人 怎么了我的小公主 开门啊 能给我进去啊 鬼 我有名字 我不叫小公主我叫沈夢雪 好 那你一個人先冷靜冷靜 少爺小姐哈 不用多說 肯定是騎著那個王八蛋幹 從現在開始 給我關注齊家各個產業 懷恨的打擊他們 可是這樣做我們也會兩妹去商 的照我說的去做 是少爺 是少爺小姐 我好一個棋 好一個奇蹺 你們敢傷害我的小公主 我讓你死個流動就走 你看 啊 哼哼哼 哼哼哼 怎麼了我的小公主 開門啊能哥哥進去啊 滾 我有名字 我不叫小公主我叫沈孟雪 好 那你一個人先冷靜冷靜 小姐啊 聽我多說 肯定是騎鱗那個王八蛋幹 從現在開始 給我關注騎鱗各個產業 狠狠的打擊他們 可是這樣做我們也會兩麥去商量 照我說的去做 是少爺 好一個騎鱗 好一個騎鱗呀 你們敢傷害我的小公主 我讓你死個流逗我才走 你好 你是 是 沈天青 不好意思 不熟 有關心 我喜歡 綺麟 你今天也沒有空呀 我想讓你出來陪我放街 青秋 我今天還有好幾個會要開 你自己先逛吧 我開完會過去啊 算了你別出來了 我每次叫你都在開會 這都第幾次了 我 喂 我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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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十点多了 是赶快去了 秦修怎么不接电话应该是睡了吧 也许是吧 坐 我们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算了 先不回去了 先进行箱那儿看一下 好的 大少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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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第一阶段已经结束了 也该开始第二阶了 还是少爷厉害 行了 少带着我带高猫 你们做事儿 别拖我后果 明白明白 从今天起 害人给我钉死机灵 哼 少爷 哪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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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谁不重要 去看看你的游侠 你有将戏 你自己看看 昨天做了什么 那要能证明什么 我们什么都没做呀 你这还叫什么都没做 那你说我们做什么 算了 你还怎么做就怎么做吧 哥 麒麟在里面 对呀 赶紧进去吧 嗯 就是 你怎么也了 喝点 哈 给我来杯威士忌 齊琳哥乾杯 乾杯 齊琳哥 齊琳哥你怎麼了呀 你怎麼喝這麼多 別停了 來 喝 齊琳哥你喝太多了我送你回去 別拉我我還能喝 喝太多 齊琳哥 姑娘去哪呀 師父去最近的酒店好嘞明白 我 你 啊 怎麼 哇 這 是 是我的 啊 這是哪 是誰啊 我是孟雪啊 齊琳哥 孟雪 你怎麼會在我房間 來齊琳哥 乖 這麼的衣服脫了 洗完早好睡覺啊 放開我 我回去 秦林哥 秦林哥 這總是這麼 差點別做事 大少爺怎麼了 走吧回去說 哥 秦林已經走了 讓你做的事情多了嗎 當然那就 ok 等著看好戲吧 你就繼續按照計劃去做 好 喂沈先生金小姐 不知道今天有沒有碰 賞臉一起吃個飯 好啊 隨時有空 說是 秦林哥 我想約你出去玩 你有時間嗎 我沒時間 不好意思 找別人 可是我只想約你嗎 我說了我沒 秦林哥 你昨晚可不是這麼說的 答應你 你想去哪玩 我要去游樂園嗎 好 消息沒錯的話 這應該就是落空了 你是 是我家少爺讓我來找你 你家少爺是 秦林 啊 是秦林少爺人 喂 什麼 莫菲找到了 我到家過去 公司有一個很重要的會 我要回住 啊 我給你答應我的 真的是一個回床的會 我必須要求 我不允許 你什麼時候拍的 我怎麼不知道 我才能拍到 鑑魚姐 這家餐廳不錯吧 是我特意為你挑選的 環境很好 我非常喜歡 我之前就想來這家 喜歡就好 趕緊吃吧 乾杯 沈先生 抱歉我有點急事要先走 呃 發生什麼事情嗎 請我趕緊 那我送你回去吧 不用了 那我們自己走 所以说是有人记忆运业说有一些证据想要杀你 所以才躲起来的 没错 那么是谁想杀你你知道吗 我现在可以走了吗 哎呀我还想让你多陪我一会 什么东西 你别太过分了 喂大少爷莫菲手里有很多关于当年老名的政策 真的 好 我现在就过去 你把地址发给我 什么我去吧 我告诉你 你爱去哪去哪 我没时间在这给你换我去 齐琳哥 秦总 这么晚了你还来公司加班啊 嗯 你先出去吧 好的 莫菲 这些证据 你能保证它的真实度吗 齐琳 你这就有点不信任我的专业了 我可以向你保证 那些东西都是真的 毕竟这些证据足以撼动整个江城 所以我才担心被杀 躲在这鸡脚干了的 到底是谁要杀你 Q先生 Q先生 没错 就是他 他到底是谁 他 我能信任你吗 可以的 只要你告诉我 我会动用我所有的力量保护你 好 Q先生 其实就是沈氏集团大少爷 沈天青 什么 是他 没错 没错 就是他 没想到竟然是他 虽然我怀疑过 有可能是其他两个家族的人 我也怀疑过是不是他 但他没有留下我爸呀 这些具体的事 我也不会很清楚 那 这件事的背后 有其他更深层次的原因 我想应该是吧 不想 你给他这些东西 真的很重要 不用客气 我也是为了保命 咱们各取所需吧 不好 秦潮现在跟他走得很近 我得提醒他 接电话呀 拜托 秦潮 秦潮 大少爷 秦潮就不会不在家吧 manipulation 没人 走 去大公司 致 прош不关 former municip师 陈小姐 你在公司吗 我马上就要走了 那刚好 我去接你吧 我带你去个地方 太晚了 太好吧 卿小姐 晚饭咱们就没吃好 夜宵你还不给我机会吗 那好吧 一会儿我去见你 沈先生 我们这是去哪儿 等到地方你就知道了 啊 清晓 清少这么晚了你怎么谈的 我没跟你说清晓的 秦总他刚刚走了呀 走吧 他到底去哪了呢 不要 不好 清晓被沈天青带走了 怎么办大少爷 你派人 你派人去查阳路的监控 看他们到底去哪儿了 是 沈天青 你在哪儿 我说是谁敢这么大半夜打扰我 别乱是齐大少 别废话 清晓呢 清晓在洗澡啊 怎么 你要找他吗 沈天青啊 你最好我放尊重点别逼我 大少爷找到了他们在海边烧口 怎么会是齐大少 这么快就找到我那儿呢 赶快来呀 我可是给你准备了一份大礼 喂喂喂 快走 清小姐 在那边 我准备这些礼物 谢谢你 谢谢你 小姐 不用这么客气 晚饭的时候 我看你连饭没船就走了 兴趣已经不好 所以呢 我就赶紧让人加急买了这些烟花 希望你信心能够好 谢谢你 谢谢你 不用这么客气 晚饭的时候 就是我 施盈小姐 给你准备的礼物 还喜欢吗 为啥满意 不用这么客气 都是朋友吗 应该的 走 我们去吃这东西吧 徐秋 徐秋 你没事吧 我能有什么事 我的意思是 我已经没有欺负你了 关你什么事 小姐 我正在关心你 关心我 我不需要你的关系 你真正在关心的 你应该是那天 和你在酒店沈梦雪吧 小姐 你听我解释 不需要你的解释 你现在做什么事情 我和没有关系 好好好 我们先不说这样 你知道你旁边的沈天青 是什么人吗 我就是沈天青 沈氏集團的沈天青 沈孟雪的哥哥 整個江首誰不知道 我哎呀 齊大少你說秦小姐 這麼不待見你 你還處在這幹嘛 你這不是自己找的自在嗎 秦修 你認真的 行了齊大少 行吧 怎麼著 還需要我親自動手請你走嗎 我的齊大少 不用你講 我自己走 這些文件 不要讓任何人知道 少一個人知道就少一個人 目前 我們需要趁沈天青 還不知道我們有這個東西 快速對沈氏集團繼續進入 甚至包括他所設計到的香味 明白了大少爺 我這就去辦 怎麼了我的小公主 誰又招你了 哥 你說我真的比不上秦俏嗎 我的小公主啊是世界上最漂亮的 秦俏怎麼恨一筆呢 那你說 七零哥為什麼就是不喜歡我呢 哎呀小丫頭 感情這件事情呢 是要靠時間和沈澱的 不可能一搓是舊對不對 嗯 這樣吧 哥哥呢 送你出去散散心好不好 你想去哪兒都去哪兒好不好 我們一天換一個地方 好 謝謝哥 快點 喂 齊林哥 你最近有時間嗎 我想見你一面 可以 可以 什麼地方 就約在 你常去的那家咖啡店吧 好 嗯 我 既然 我 打算出國了 出国去哪 我也不知道 随便转转吧 也好 也是件好事 齐琳哥 要不你跟我一起去吧 不行 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什么事啊 这个你不需要知道 好吧 齐琳哥 我还有一个问题 你真的 从来都没有喜欢过我吗 你只能是哪种喜欢 就是男女的那种啊 我拿你只是他妹妹啊 算了 知道了 齐琳哥 你那我先走了 我们下次再见 好 下次再见 陈天青 可以 就是要把妹妹送出国了 然后好动手吗 嗯 怎么还不来电话啊 陈天青 沈先生 有什么事吗 辛一小姐 似乎不想听见我的声音啊 没有 有事说事 昨天玩得开心吗 还好 我听说江边新开了一家餐厅 不知今晚哥们赏脸的 哦对了 我听我妹妹说 昨天和麒麟在游乐场玩得挺担心 还玩不少笑 关我什么事 那晚点见 好 为什么不让我借 我找欣修 不好意思 秦总刚刚说了不让你借 这是什么意思 你难道不知道我和他的关系吗 实在不好意思七少 秦总特意嘱咐他 他到底在不在办公室 他就这么不想见我 行了 我不为难你了 麻烦你转告他 我和其他人没有任何关系 我秦林是什么样的人 他自己最幸福 你派人 帮我盯着点停销 总感觉沈天青要做事了 明白了 少爷你也要多注意 知道 沈孟雪昨晚跟我说 他要出国了 会不会跟沈天青的行动有关 他不想牵扯进去沈孟雪 我在派人盯着点沈天青 我刚刚跟其林哥见了面 那明确的告诉我 他不喜欢我 那好了好了好了 我的小公主 我都在奈刚 他要盯着 让她拼命 想 让我帮你 我 就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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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麒麟 只要你想要 我也會讓他每天跟在你身後 嗯 行了 我飛下去吧 哥 我想起一件事來 昨天我跟麒麟哥去威樂場玩的時候 我聽到那電話 像第一次那一刻 莫莫什麼的 我 不認識新莫的 沒什麼我就是覺得他當時接電話 挺緊張的 那我先走 趕快去吧 都說慢點啊 周小 周小 龍龍少爺 我 我 前面我先去找我 啊 跟著他 儘快把他找出來 好好好 我又去找他 急著 啊 大雨的時間到了 再出海了 東西的廢物 看就有什麼風 這是這我還得去 我還去等著你 各地方我還去 有什麼事嗎 我知道你在這 就上來看看 這沒什麼好看的 沒什麼事你就走吧 昨天啊 真是我醫生中最開心的一天 游泳場真好玩 我還去看 秦小姐 你去過嗎 這和我有什麼關係 哎呀 詩琳哥哥沒帶你去過遊樂場啊 哦 大老遠跑來就是為了和我說這個 那倒是不必了 我秦霄還不至於和一個小孩子吃醋 還有 他秦林說什麼做什麼 和我沒有一點關係 聽懂了嗎 快滾 我們一直沒什麼關係 沐水我們走 秦林 不用說了 你都說成那樣了 我們已經沒有關係了 不是的 不是的其實秦霄哥哥 其實秦小姐他只是 你閉嘴 你好怕幹什麼 都是我的錯 我們錯 你 是年轻我哥 哥孟室 哎 七连你又对我妹哥啊 跟你有什么关系 做什么不做什么的 你不说 哥你干嘛呀 我跟秦林哥只是来找秦萧姐来聊聊天 沈天星你来这里干什么 怎么着 秦萧约我共饭晚饭 跟你有什么关系吗 你走沈总来了 啊 进来吧 小小 我就知道你在忙 所以我上来接你了 稍等 对了 我刚才在楼下 碰见秦萧和孟雪 哎你别说啊 你还是挺般配的 再说就滚出去 干杯 孟雪 孟雪 看来他俩相处还挺愉快的啊 不过这样也好 总算是啊 了了孟雪的一个心愿 什么心愿 和秦林在一起啊 哥 你们怎么也在啊 哦 你俩也来这吃饭啊 对啊 你好 我们这里刚突出了 请你套餐 二位给你试试 好啊 干杯 孟雪 看来他俩相处还挺愉快的啊 不过这样也好 总算是啊 了了孟雪的一个心愿 什么心愿 和秦萧在一起啊 好啊 你俩也来这吃饭啊 你俩也来这吃饭啊 对啊 你好 我们这里刚突出了情侣套餐 二位给你试试 好啊 跟我说点事 你们先吃 我们先走了 啊 哎 提交我送你吧 不用了 我叫你好了 我也要吃 哎 秦萧哥 秦萧哥 你们先吃 我们先走了 哎 秦萧 秦萧 你又这么讨厌我吗 啊 放开我 事实就摆在眼前 你让我这么想 我和他之前没有什么 我是被陷害的 这是沈天强的手段 你看不出来吗 秦萧 我送你回去吧 沈天强 装什么 以为我看不出来你的阴谋吗 齐恋 你可真有意思啊 你不对秦萧好 还不宜其他人对他好吗 秦萧又不是你的女人 你可以对他 我为什么不行 你有什么资格阻止我 秦萧们都别跟着我 秦萧 秦萧 我劝你最好对我妹妹好一点 会不定我这样会可怜你一下 用得着你可怜吗 别以为我不清楚 你那张人数无害的脸 下面藏的事实 定得救出你的活力 秦萧 别以为自己藏对我多深 整个江山 还没有我沈天青找不出来的人 哎哟 少爷 人找到了吗 还没有 不过 齐家里边都有人盯着 完全没动静 齐林不会那么轻易露手麻椒 不管多久 人一定给我盯好了 放心吧 少 手提下人都靠你 对了 打鱼的东西准备好了吗 已经放在老地方了 而且啊 我已经周围都查看了一遍 行 挂着 这些人都不够了 少爷 喂 我现在就去查看莫菲 别罗叔什么麻角 注意点周围 放心吧 少爷 我还查了眼线 让你遭遍 周秘书 齐家的人已经出去了 御承 托白号 我去 打得低势 看样子是朝市区方向去了 市区 跟紧点 对了 起家门口再留一本 小心他们掉火离山 站下来 去 我义书 人的闹事就不见了 啊 我回来 是 怎么样跟上 跟着呢 你们的人就是废物 这一点张言法就把人跟丢了 不如跟着我去打鱼 行了 跟紧点啊 千万别扇紧弯弄 什么时候吃鱼 少爷通知你 放心 打了这么多年鱼 什么时候脚势 不说了 放飞电话费 这么这么多钱 还嫌电话费贵 他们走了吗 师傅去城中村 好嘞 谁 叔 来了 没事吧 我给你送点东西 嗯 放心吧 人我也要摔掉了 那就好 这几天你现在在这待着 那里夜门守着 放心吧 今晚会有点 这几天啊 沈天青的人一直盯着我 很有可能要动手 等这些事情解决完 你也就安全了 总算要是结束了 老子现在哼得千刀万刀的他 都是他把我和人这样的 云不云不亏 放心吧 少爷不会忘了你的恩情的 出去之后留你的保重 你找到了还是安全 行了 蹦的不了几天 待会人走远后 把管家给我处理掉 你终于来了 是他吗 会不会认错人了 不 没错 我确认过 就是他 是被绳子勒死的 在车中从来发现的 羞肿了 警方说周围没有监控 查也要几天 喂 沈天青 麒麟和你势不两立 今天这个仇不报 我就不信麒麟 人已经解决了 你要的鱼就在我身边 行了 我这就过来 我看这次 麒麟还有什么办法跟我斗 我再去 莫菲 沈天青 看来还记得我 说吧 东西在哪 我说了 你就会放我吗 说吧 我以沈家的名义发誓 只要你把東西交給我 並且保證沒有福音 我保你的僵屍安然 日後我再送你一家媒體融資 是他這個東西 莫非繼續送你 你還有父母 你不是一個人 你也當不了英雄 一個人 你也當不了英雄 給你兩條路 要么說是東西在哪 全咋被埋在處理 給你五分鐘時間考慮 人我已經派到你 現在還來得及 我說 我說 東西 都可以擠你了 我賣不得他一歲有事無口 我賣不得他一歲有事無口 哥 他們說一走 沈天青就靠沉浓村的方向票 哎呀 這明白就是沈天青乾的 我們必須得報酬 不能這麼不明不白的 沈天青有事吗 麒麟好像出事了 你知道吗 什么 麒麟他怎么了 麒麟的助手好像被人杀死了 就在重农村 是你干的吗 如果是我干的 我何必又给你打个电话呢 麒麟好像已经过去了 你要去吗 我马上 好 我马上到你公司楼下 咱们一起过去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电话 他正在通话中 请稍后在 你电话不会被秦小姐拉黑了 少爷 沈天青带着秦总走了 秦小姐被沈天青带走了 现在没带走 肯定有事 我说秦小姐被带走了 我说秦小姐被带走了 被沈天青带走了 秦琳在吗 沈天青 你要是敢伤害秦小 傻 秦琳在吗 沈天青 你要是敢伤害秦小 我是想想想你 秦琳 秦琳救我 没有问题 只要你别动他 我现在就去 好啊 那就 城中村建 哦对了 你要是敢耍花伤的话 我保证 你这辈子都见不到秦小 去看看 秦宵啊秦宵啊 我还真是感谢你 如果不是你啊 我还真的不知道 怎么逼秦林救出那些东西 沈天枪你个贱人 原来这一切都是你搞的鬼 往往以为你虽然不是什么正式君子 但也不至于是个卑鄙小人 君子又如何 小人又怎么样 他们能够向我沈天青也找到最后吗 啊 秦宵啊秦宵 你还真的以为自己有多漂亮呢 我接近你啊 不过是为了折磨钱 他跟孟雪在一起的照片都是我 为的就是折磨钱 原来你做这一切 都是为了让我对他产生误会 然后伤害他 我真是个傻子 我真是个傻子 秦宵 老板遇到了 秦宵你终于来了啊 放心 有我在 不要害怕 呦呦呦呦呦啊 你俩还真是狼情愜意啊 到了这个节骨牙 还在这想着做 你东西我带了 放了行销 给我 我放在了安全的地方 我怎么知道东西给你以后 你会不会放到我们 秦宵 到了现在你还在耍花手 是 是 放心 东西我一定会给你的 但是在这之前 我问你几个问题 你就是Q先生吧 当年我父母就是你杀害他 没事 是我 为什么 他们跟你有什么仇 因为当年你的父母抢我 你的生意逼得我父母分发 够不够 可是什么仇 我知道你在拖延时间 你 东西给我 你给我伤了他 你给你 东西我肯定给你 怎么了 我最后再问你一遍 你真的不愿意跟我妹妹在一起吗 你死了这条心吧 我这辈子只会把他都妹妹看 哥 孟雪 应该是你妹妹在我手上 我们做个交易 你 你感动他吗 你觉得呢 你 哎 好 你想要的 我都给你 金银哥 我为什么 我为什么会这样 别问我 我也是逼不得意 你哥哥犯个罪 只有死路一条 哥 不是这样的 哥你告诉我这不是真的 哥 动手 哥 哥 哥 金银哥 我求求你你救救我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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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